中国勿所才去方 乖国居一与宪政 乖国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义务 难道乖国是一种天生的情感 乖国家乖中筹乖家乡 总混交错 最后变成了一张卢网 血液挣脱不掉 于是有了希特勒的六人报法案 有了当下中国的乖国居一教育法 有了玷污中筹贼 背叛咒国贼 乌鲁领袖贼 不问是你玷污了中筹 还是中筹玷污了你 是你背叛了咒国 还是咒国背叛了你 是你误了了领袖 还是领袖误了你 谁有贼谁有武贼 有贼的人跟武贼的人顶贼 我们一方面犯的省省敌谷 众仇俱疑 一方面要把国家众仇 置于至高无上的敌位 谁都知道国家众仇 存在着敌事 也存在着贼物 一旦被领袖操控 我管满营 贼我滔天 在人类所有的乖中 乖国居相当于群交 并非只有与自然的限制 要永远坚信 利比利的国家高贵 来自然而言之 来自然而言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